另外再谈谈赌业股 因为昨天就突然炒上了 好像金沙曾经急升超过一成 收市也有6.8%的升幅 还有其他的豪赌股也有3-6%的升幅 想找一下市场有什么好的消息呢? 暂时都只是看到有些大网发表报告 好像大网、瑞银、花旗都说 农历新年效应持续提振 澳门倒收的影响是持续去到2月份的第二个礼拜 还有大网发表报告 今个月澳门倒收的预测 暂时看到这个 究竟这些赌业股的炒作是很短暂 还是有机会复苏一下呢? 我倾向这个水平再升空间不多 首先我们解零环虽是零人 为什么会升呢? 其实你也说了 再谈深入一点点 当然澳门政府每个月会出一个博彩收入的数据 通常在每个月的月头第一个礼拜就出的了 理论上2月份的数据 我们3月头才知道的 不过很多大行可能因为人力资源比较充足 他就会自己在不同渠道做一些每日的调查 那么他们得出的结论 比如以花期来计算 就看到就是在新年期间 那个赌收每一天去计算是比预期为好的 而这个势头在假期之后都得以为迟 所以只是计算2月头13日的话 整体的博彩收入是高于预期 所以因为头半个月都比预期好 他们就上调了全个月的博彩收入预测 那么你都知道了 近期其实都没什么焦点了 你要买回控或者中移动 最近都有些回套 那么你买回增长股 又好像不是时候 那么虽然传统得利 有一些的数据或者好消息支持的话 大家本身要估不估了 令到那个购买力一扭转 单日来计的升幅比较好些 不过我自己觉得 比如举例 27盐余来计的话 昨天最高其实都升到去49.4 那么基本上呢 是将这个11月26号 和这个11月29号的列口 是完全补了的了 那么如果你看回呢 在近这几个月的高位呢 其实就是说的是 11月25号呢 最高的口价都是52.5 50.2半 那么如果看着这个大的阻力的话 似乎50元附近有点阻力 那么的确实昨天来计 我们看到收市都是回落了一点 所以始终我对于现在的疫情是有点担心 你看到香港都越来越恶化了 内地一直都受控的了 但是都偶有一些的爆发 各地的地区 而英国又出现了一个Delta Con 一个新的变种病毒 究竟怎么发展呢? 我不是专家 真的不知道 所以如果要买一些 是靠疫情受控 通关通航 继续后一步 大家蜂拥而至去倒线 大动博彩收入的话 我不会看得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银鱼来计 都是老套一点 也是区间 那么我当你以之前的列口位来计 可能43元 你不保的 那么我想在44.2那里会有支持 但是上面来说就是50元 所以如果我要买豪赌股的话 我就真的 就算哪怕我分住了 我都要45元以下呢 我才会分住去买 那么我看回上48-50元的话 都有起码10% 如果接下来真的是 疫情受控 通关更加快 而博彩收入有个回升的话 它上得更加高水平 那么我的潜在利润呢 就进一步提升 我想起都很开心 但是这口价48-49元呢 我不是说它不升 但是永远投资呢 都算是直博率的 那么你看上面的空间 和下跌的机会呢 这口价就似乎不是很吸引了 就这样子 그리고那边拍摄 好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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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好凉 好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